接下來我們來看怎麼樣用數位輸出的方式來控制RGB LED的模組 然後用S4A來寫程式 首先再次介紹一下RGB LED模組 因為它是共陽級的 所以它有一支接角就是共同的電源輸入 另外三支接角RBG個別控制三個顏色 紅色 藍色 綠色 這三支接角分別控制顏色的開關 利用三個顏色來做組合 因為它是數位的方式 所以每一支接角只能有送電跟不送電兩種狀態 所以兩種乘兩種乘兩種 所以總共只有八種顏色的狀態 八種顏色的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接線的接線圖 看一下接線圖 好 那麼 這個是接線的方式 那在S4A裡面 S4A裡面 因為它的數位的控制的方式呢 S4A裡面控制數位輸出的方式就是在Digital On跟Digital Off的地方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邊這個是1.6板之後 1.5板之後呢 有四個接角 那在1.4板之前 它是沒有12的 12是做伺服機的輸出 所以10 11 13 這三支接角 是我們可以用的 那1.5板之後呢 增加了第12支接角 所以你可以知道數位輸出的部分有四支角可以用 那我們待會呢 用就接在10 11 13這三支角 總共有四支角可以用 我們待會接在10 11跟13 那我們來看一下電路圖 好 所以待會呢 如果說 我們這LED呢 這裡就接5伏特 接到這個地方 Adimo的5伏特 然後呢 這三支接角分別接到10 11跟13 第10支角 第11支角跟第13支角 所以當 這邊接5伏特 那這邊如果說 當這邊送接地訊號的時候 就是不送電的時候 5伏特就會從這裡進來 然後從這裡出去 那這個R 那個紅色的LED就會導通 就會亮燈 那如果你這邊送電 送5伏特的話 這邊5伏特這邊也5伏特 所以那電壓 因為沒有電壓差 所以就不會流過去 那這紅燈就不會亮 這是供陽極模組的特徵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送接地訊號 送OFF 送OFF 它才會亮 才會亮 這是比較供陽極 跟供應極控制方法 剛好相反 那所以 這是它的接線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 好 好 所以 如果我們要將第10角的燈 要打開的話 好 第10角 抱歉 我先把所有的燈都關掉 先把所有的燈都拉出來 這是第10角 這是第11角 第11角 第13角 那正常如果是供應極的話 on就是亮 on就是亮 但是我們是供陽極 所以剛好相反 相反的話就是off是亮 好 那我先把所有的燈都打亮 看一下 好 當你所有的燈都打亮的時候呢 所有的燈都打亮 它是全白色 白色 白燈 那我把所有的燈都關掉 好 它就全暗了 全暗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那邊10 我如果亮10號燈 它是紅色的 好 所以待會10號就是空色紅色 好 再來看 11號是藍色 11號是藍色 關掉 13號 綠色 關掉 好 那麼 當你確定哪一個顏色 是哪一個顏色的燈開 開跟關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練習一下 怎麼樣讓它 亂跳 就是 因為它只有八種狀態 這裡兩種 每一個燈有兩種狀態 所以2乘2乘2 總共有八種狀態 可以發出八種顏色 那如果你要調全彩的話 就不能用數位的方式 就要用類比的方式 好 那我們就讓它來做一個變換好了 我們用一個如果否則 然後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運算 電腦有一個東西叫隨機亂數 我們讓它在1跟2之間 去亂跳一個數字 然後呢 利用這個數字 如果它 1跟2中間是1.5 把它放進來 所以如果它 它挑的是1 那就大於1.5 就是錯的 錯的 就會執行 否則 那如果它挑的是2 2大於1.5 是對的嘛 那它就會執行這裡 所以 你只有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 它會判斷這個數字 電腦挑的那個數字 如果大於1.5 它就做上面 就亮 關燈 關燈 那如果大小於1.5 它就做下面 那這個off就是亮燈 應該是供陽級的 那這是一次 這是一次的判斷結果 那我們就讓它一直重複的判斷 好 這是其中一個紅色的燈 其中一個紅色的燈 那 好 我現在直接複製三組 好複製三組之後呢 我讓三組個別 個別點不同的燈 所以這個是點11號燈 剛剛是藍色 這是點 十三號燈 好 所以當我同時執行的時候呢 應該三個顏色會亂跳 然後去組合出八種顏色 然後也是亂跳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好 當我按濾齊之後 好 你看 它就是各種顏色亂跳 好 那因為這電腦執行的程式的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你嫌它太快呢 我們就把速度放慢 好 好 那在每一次判斷之前呢 加個等待的時間 好 這樣它速度就會放慢 好 看一下 這個變換的速度就會變慢 好 那這個就是用數位的方式來控制我們的RGB LED 它只有八種 八種顏色 八種顏色 包括那個全部都不亮 算一種 那它就會在 用這種方式就會 產生一個 霓虹燈的效果 但是它是亂跳的 八種顏色亂跳 好 你看 好 我們先把時間抖 掉 好 好 好